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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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鮑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五個下雨天也可以去的遊頂商店街 我們現在到了浦田的Sunrise商店街 浦田商店街它的歷史非常悠久 大概從二戰時候開始就建立起來了 那比較特別的是浦田這個地方 竟然是COSPLAY的發源地 然後另外這個商店街 它每年會舉辦非常多季節性的魔動 浦田商店街還不是說是好過 還不過去嘗嘗它是一個舊時代跟新時代的融合 創造出一個驚奇對比的感覺 像這種非常具有現代的藥種一樣 可以滿足當地人要和後門商品的需求 也有這種非常有年代感的和服店 就穿完和服 那就要來這種相片館的造香啊 這邊你的禮髮店都很有歷史喔 這家店1976年就開幕了 你要不要去剪高橋一身頭 已經是了 不會是新舊融合的地區 也有現代化的禮髮店 那這次來剪三下之酒頭吧 那沒問題 從莆田商店街大概走路走三到五分鐘左右 可以到這家KMAN公園 從莆田商店街走路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有另外一個荊棘補甜的 ASTO商店街 ASTO商店街相對於其他的商店街來說 比較新 他是平成五年才改建好的 拿著長三百公尺 那商店比較密集一點 那他在這短短三百公尺裡面 佈滿了許多的拉麵店還有居酒屋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些餐廳或食物的話 來這個商店街還滿適合的 我在這短短三百公尺看到超多家中華料理店 又有一家珍珠奶茶這家店叫MILTY 但他沒有K 裡面還有個功夫熊貓 這樣完全沒問題吧 這裡是HAPPYRO大山商店街 這商店街呢 1977年開始運營 然後總長五百六十公尺 那他每天大概會有兩萬五千的人次喔 這是這裡有名的 雙麒麟跟可麗米的老店Piano 就剛剛看他擠出來 不是那種很黏稠的感覺 好像是有點水水的 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很像是那個 你有沒有在義美吃過 義美爽起 問到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這個商店街還不像富月營座 或這樣前床 那邊的商店街非常多忙碌 來逛 所以其實非常適合當地人 那邊六千山 通常買賣的場所 那我以前就坐這個附近 週末Solo每次都會到附近 就是買賣到底吃啊 然後看看這邊的景色 體驗一下這種生活 這個商店街還很致力於當地的商業的火花 他也在五、六年的時候被熊了七個很努力的商店街 其中一個人 流頂的商店街逛完 旁邊就有五頂的大山遊座商店街可以繼續逛喔 我們現在到了大山的Milpa商店街 那大山的這個商店街呢 在1878年 JR大師車站蓋好之後 就自然來形成一個商業區域 但是很可惜 在1945年的東京大空襲 造成這個商業街的全毀 那大約在兩年之後呢 這個商店街被復興成了現在這樣的雛形 然後在1987年的時候呢 成了現在的Milpa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啊 比起我們今天所介紹過的商店街都還要短 然後呢 但是我覺得好處是他的餐廳看起來都蠻集中 讓你不用走太累 除了這主要的遊頂商店街 外他兩旁也有很多條小路 然後很多餐廳可以選擇 來到大山就不得不介紹另外一個特色的景點啊 叫做山王小路飲食店街 然後俗稱地獄谷 那這個地方呢 是很適合上班族在這裡 小族一番的一條街喔 這裡是中延商店街 中延商店街啊長330公尺 那他這邊有賣很多的生鮮蔬果啦 餐廳藥妝店等等 是非常好的生活機能 那這邊在1922年 就是大正年代的時候 曾經是一片竹林 然後是以產竹筍為主 然後大概在1927年左右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商店街的樣貌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四條商店街 中延補天 驚喜補天跟大森這條商店街的 就是距離位置都蠻近的 所以可以安排一個半日遊的行程 中延商店街啊 距離富岳營座商店街 步行就可以到了 所以大家如果來到這邊的話 不妨也順便散步過去看看 以上就是下雨天可以逛的 五個商店街囉 我是包伯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